今天不玩觉醒啊,我们来聊聊新版白起 白起在天赋重做后的模型被大多数玩家吐槽 不过你们确定这不帅气吗? 我觉得挺帅的呀 出场动作完全改变,并且身材瘦了很多 模型算是完全重做,变成了铠甲勇士 黑起 黑化版的白起正式加入悬涌阵营 沙神白起在悬涌阵营中扮演着大将身份 新型铠甲会露出一部分皮肤 比如脖子,嘎吱窝和大腿内侧 呵呵呵呵 照这么看啊,这模型是完全重做了 局内技能效果也迎来了半重做 所有技能以后都是零消耗 蓝条改为暗影之力 被动造成和受到伤害时会增加能量 就是血条下面的紫色能量条 能量条不会自动回复 只能挨打和打热回复 这个有什么用呢? 白起作战的时候啊 能量条越高,移动速度也就越快 还提升回复效果 至于都可以提升100点移速 和自身技能的10%治疗效果 这个治疗效果只对一技能生效 不过能量条叠加满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本身的走路变成了爬行 呵呵呵,大猩猩了解一下 走路形态也有改变 这个细节还是不错的啊 一技能从顺发变成了蓄力 蓄力时间越久,伤害就越高 最多可以造成三倍伤害 当然了,挨打出发转圈这个还在 施放一技能的时候 身上和武器途径之处 全部都会出现黑烟 命中一群的时候 会回复自身3.5%最大生命值的血量 这个就相当高了 要知道现版本的白起回复能力是回复2%以损生命值 但是可以充能 新版的没脸条算是均衡了一下吧 不过最大生命值的3.5%就太高了 我感觉新版的一技能更具有进攻性 实战那几盘感觉在边路白起是不用回家的 没脸条状态 白起可以处于无限续航状态 二技能没变还是钩子 大招的瞬移变成了冲刺释放 大招增加了前小时间0.3秒 CD更短 不过这个真的帅啊 这大拖尾还会拉高镜头 嘲讽时间跟正师傅一样 白起的生命值越高 嘲讽的时间越长 最多可以嘲讽2.5秒 且大招的被动依然增加抗性 感觉白起被削弱的 可以去体验服打几盘试试 强度我感觉很高 比现版本白起高 满CD大招最快18秒一个 不过B端是需要提前预判了 一技能虽然三倍伤害 不过不建议出太多输出装 蓄力中途会被打断 回复效果还是按照滋生血量 被动免伤没了 大招的挨打额外抗性还在 回复效果比老板的白起强 一个技能可以突破1000加 有利有弊吧 其实数据是死的 可以上手玩几盘 你会感觉很强的 好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